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 現在是香港時間8點 我們看到 香港的樓市 最近我們也做了一系列的報導 這一節我們也要跟大家說一個樓市的古怪現象 在說之前 首先跟大家說 感謝我們 早兩天吹雞 有一位手足聯絡我 聲稱他是手足 聯絡我 就說他剛剛放牢出來 當然他 聯絡我呢 我現在 因為太多濫用的情況 我們也會找手足去盤一盤 但是經過我們的手足的評估 認為這個 基本上 他所說的東西跟他 表現出來的fix 非常之不吻合 所以我們拒絕了他的要求 不過呢 我們 這個吹雞的行動 是多了很多的 網友 幫助的電話蜂擁而至 提供一些工作啦 有些提供住宿 有些提供幫他找東西做 有些可以包著 吃住 連工作也有 那麼我們其實呢 身邊很多小朋友 即使我們離開了香港 但是身邊也有很多小朋友 是沒有工作 或者是等待這個 幫助的 坦白說 由我們開始以來 我們其實也沒有收過外面的捐款 一直以來都是用我們的月費 去 支持這些朋友 那麼我們一直以來都是覺得沒甚麼所謂的 直至恆生銀行就聯絡我們 要問我們 要交代我們 錢的去向 還有為甚麼有那麼多錢 你拿走 因為都花了嘛 沒辦法 怎麼開單呢 告訴你 這個給伯伯的那個 給2000 那個給1500 給了幾百萬 怎麼交代呢 沒有交代 所以我們估計恆生銀行的戶口 我想在不久的將來 都會被銀行封了 所以我們也呼籲了 大家如果到時亂來我啦 如果真的再有月費要入的話 恆生的戶口 我估計也不會放到一個月內 可能這個月內也會封了 我因為之前把恆生 入了張票 我另外一個私人戶口 戶口就被人封了 現在裡面 全部的錢都已經凍結了 當然 我們也委託了 律師去處理 這個也 問題不大 他也不是取消我的戶口 取消我的戶口 其實不是凍結 取消了我的戶口 不過 要等律師處理了手續 才可以把錢拿出來 昨天的 很多幫忙 提供 協助的電話 我們也進行一些配對 找我們在香港的手足 介紹一些小朋友 去翻別的工 還有他有其他的族 說真的 很多人 我們遇到案子超過200個 是 直接是來 純粹是問人拿錢而已 本身不想做事 有一個是我也很失望的 我打算是 見他的身世比較慘一點 我們希望去幫助他 誰知他是很傻眼 每逢介紹找到工作 然後約了他上班 他就 不見人失蹤 每次打給我 其實都是問人拿錢而已 每一次如是 連續很多個月 到最後我們 決定不再給他錢了 現在這些情況 我們因為那個財政 十分之緊張的關係 我們會嚴厲罷關 如果有人濫用 我們是會叫手足商私了 我們在 要警告一些企圖過來濫用的人 我們說真的 其實也是把我們的血拿出來 拿出來 放血而已 幫自己放血而已 你說有些傻佬派錢 誰都來拿 我們也遇到 不少濫用過關 當初本著 就叫做 靈枉無蹤 如果夠少一個半個 希望真的能幫到 有很多 是 拿完又拿 拿完又拿 其中有一個 日日 隔天就來問我拿幾百 隔天就來問我拿幾百 又說每天都要救手足 每天都要保釋 每天都要怎樣 又說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 你去吃88 我負責付錢 但是他從來都不去 給他介紹 供給他 也不去做 那麼這些情況 我們是十分之憤怒的 下次這些人再出現 我會找手足私了他 好了 這一節我們想跟大家說說樓市問題 為甚麼要說樓市問題呢 因為最近我們在香港的朋友向我們報導 就是 最近很多 年輕人 去排隊買新盤 尤其是 是大圍了一個新盤 叫做柏奧莊 我初初不知道是甚麼人名 又不是人名 原來是樓盤名 好了 我叫做柏奧莊 一個名 是新世界大圍站上蓋 他公佈第一張價單 涉及180火單位 入場費600多萬 據說這個柏奧莊第一天已經收到800張票 然後 我有朋友去看樓 他也說去看看而已 他也知道 他也聽過我以前 他是不會去買的 不過因為 退休了 沒事做 去看看樓了 他就說 現場 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輕人 二十多歲 二十多歲 那麼我們會看到這些情況是甚麼呢 就是這些年輕人 他們 是經歷一場革命之後 都是熱衷於去買樓的人 究竟是甚麼人 可以告訴大家 他 有90% 是藍絲 藍絲自然是好事來的 只要你藍絲去買樓 全都對 因為現在 林鄭為了谷行的事 或者救市 推出了林鄭Plan 放寬到九成 九成半的安揭 當然政府造裝 借了 尾數給那些人去買樓 令到 現在很多人拿著幾十萬 都已經可以上車 這個情況 其實我認為 不是壞事 第一 頂住市 讓大家還可以有機會出貨 我是堅持樓市 接下來會大幅下錯一半以上 比現在現格再跌一半 好了 接下來香港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政治環境不會變好的 只有變壞 國際局勢對於中共的壓力 中共對於全世界的反應 只會 惡化 是不會改善的 而在 武漢肺炎肆虐之下 全世界經濟其實也是接近停頓狀態 就算重啟 也是只有極少數 的人可以恢復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還會選擇去買樓的一定是藍絲 我不相信有任何支持香港革命 或者大家 志同道合 相同理念的人 會在這些時間去買樓的 所以 這些百分之百是藍絲 另外還有10%的可能性呢 就是他本身是黃絲 但是父母是藍絲 他唯有用這個方法 使得這些藍絲父母 把一筆錢交給他們 使得他們買樓 從而 坑殺他們的藍絲父母 這個是我唯一想到 他如果不是 藍絲這個年輕人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怎樣玩法呢 只有他本身 就是一個 黃絲 不過因為父母只是信樓 只是覺得香港好 買樓一定要 所以他就 轉而隱藏他自己的身份 跟著就哄他父母去買樓 進一步將他坑殺 好了 這個情況 大量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去買樓 會出現甚麼情況呢 接下來的經濟狀況是十分不穩定 當 失業的問題 惡化 加劇 其實美國 我們在英國看了三個月 其實對英國的情況 也可以說看得很清楚 這邊 是真的 失業的人 越來越多 而工作機會 減少之下 大家的收入自然是要緊縮的 大家的開支也要緊縮的 這是一個循環 好了 失業 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公司在倒閉之後 沒有辦法恢復 沒有辦法恢復 這次的情況跟當年沙士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這次的環境 是比起 這個沙士是更加嚴重 因為沙士當時的實聲度太強 極速傷香港殺了298人 但是 也是因為病毒太厲害的緣故 沒辦法再傳播下去 而這次的疾病 這次的瘟疫 很明顯 他那個 傳播能力是 我們逐步逐步 一陣一陣 當你傳一個人之後就減弱 當你傳一個人就減弱 好像以前 那些中國人教武功那樣 師父教徒弟 留兩成功力 不教 怕他半變 怕他 怕他以後目中無人 就我們收拾他 這個師父學了武功的徒弟仔 就成為師父的時候 教下一代的時候 又是收了兩成功力 不教 慢慢慢慢去到最底 現在的中國功夫就是一群三腳貓 尤其是在大陸 因為他們沒有成全的 而且經歷過文革 整代的師父 被殺了 又或者已經沒有了 這個情況 病毒也是一樣 這個病毒在全世界 的世界大流行 但是由於 要傳播下去 只能夠將那個 病毒的殺傷力減低 才可以有效地宣揚 傳播 要不然 那些人死了 那個載具 死了 那個載體 病毒就不會生存了 所以病毒是一種調節的 慢慢慢慢把自己的病毒弱化 到了現在全球大流行 我們看到 基本上 你說有疫苗也好 沒有疫苗也好 這個病毒 短時間內要解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這次造成全世界那麼大的傷害的話 當然你從好方面看 會很快復蘇 然後政府會救市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大家都沒有遇過 而且 這次 這個還要牽涉地緣政治 還要牽涉 有人 故意向全世界發放生法襲擊 故意投毒 接下來 迎接我們的 其實 我認為 是一場戰爭 多過一個復蘇 所以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買樓的 基本上他就自己找你 然後我們看看 這個 賣樓 拍奧莊 他說 預計落成之後 可以吸引一些自住和投資客入市 赤租可凍60元水平 你甚麼也要租60元 回報有三厘 六十元才有三厘 這樣怎麼買得下售 六百多萬 很多人 買了樓之後 迎接他們的失業潮 新業潮其實是很小事 最多是新業 接下來我們 好 有理由相信香港是會成為戰區 當香港成為戰區的時候 買了樓的話 你 就可以 交回鑰匙給銀行 因為你就算買了保險也沒有一倍 那麼 人 在這個戰爭裏面 有甚麼是最重要的 就是命 有甚麼重要的命呢 抱著樓有甚麼用呢 是不是 香港 最壞的情況 不是貝爾法斯特 是阿勒婆 是大馬士革 是摩蘇爾 這個情況我們也不想發生 但是一旦發生的話 大家也無可避免 我希望大家有一個準備 不要以為 阿勒婆 摩蘇爾 大馬士革離我們很遠 這些情況 你不知道甚麼時候 會在我們身上發生 會在我們面前發生 好了 這節我們講到那麼多了 希望 有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不要中計 不要幫人家託市 也 如果你 真的想離開香港的 你也沒有打算留下一層樓在香港 將來 你是會後悔一生 好 這節先說到那麼多了 拜拜 拜拜